马六甲一对夫妻涉嫌使用2500令吉的假钞 购买两只波斯猫 今天在以伪钞当真钞使用的罪名下被控上庭 两名被告分别是22岁的莫浩默诺基菲利 和他24岁的妻子奴武法拉 控状指 两人是在这个月11号 在爱及勒收费站附近面交买猫时 使用假钞 抵触刑事罚点489B条文 罪诚可被判监禁最高20年或另加罚款 被告在庭上向法官求情要求轻判 原因是夫妇俩并不知道使用的钞票是假钞 法官之后允许两名被告以3万令吉的保释金保外候审 案件定在明年1月28号重新过堂 不过由于两名被告没有能力缴付保释金 目前已经送往双溪乌浪监狱还押 直到案件再度过堂